郭董郭台铭于14日宣布 有艺人赖佩霞担任总统大选副首 赖佩霞在记者会上表示 郭台铭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并哽咽透露参选原因 是因为一粒一休政策实行后 原本生意兴隆的老店 一家一家开始倒闭 热闹的街道变成空巷 这样的场景让他感到唏嘘 出道40年赖佩霞也是女星随堂的婆婆 他在台剧人选之人中 饰演政治人物林月珍 是个充满希望又温暖的角色 凭借流利的谈吐 以及温柔而坚定的姿态 让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 剧组曾安排赖佩霞到街上 进行总统争举造势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仿佛身在真实的造势活动现场 让他觉得很兴奋 随后民众在路上遇到他时 都会大喊林月珍动算 因此如今他真的参与政治活动 立刻先期望我们热议